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做了一些搜索的问题 但我们对大叔公主目的过来说 他也不知道自己想办什么 他最好的推荐比输所其实更重要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自己的内容 没有自己的内容 我们需要和第三方去谈 但现在因为有知识的幻权 你要和第三方谈 一定要有自己的多大的声音 因为这个声音就是用户 我们现在没有多多用户 你要去和第三方去玩 这个声音很难的 所以我们还在 我们的前进 在一方面你要积累更多用户 所以当你也有更多用户才好和第三方资源去谈 然后当你扛好了以后 用户真的会很快 你要进入这个良心去玩 所以在实验上 那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在IOS上面做运动器和之前 你在那个黑梅 加瓦那个时代做运动器 你觉得有什么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有很大不同 有很大不同 因为在之前的 我们把 就出品之前的手机 我们叫做老外代吧 假如这么深呼的话 就之前用户 他们可选的性很少 就你做的应用 只要有多实用 他们就喜欢 但是现在用户不一样 像我们之前做塞巴胺或者加尾 我们会收大量的用户反馈 但是到了IOS上面 我们去年度的要带路 基本上我们用户反馈 就现在用户 其实他们也相对算是什么大一样 就是说被开发展惯坏了 他们觉得你不好用的话 他反复告诉你 他欢迎用的是 因为有那么多应用选择 我为什么非要等着你来改进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还有一点就是IOS上面用户 对越独 就用这个设备的时候 他对阅读的需求没有 用其他设备的时候需求强 因为 对 这也是我想问的 特别太鸟的问题 就是他为什么要用阅读器 在阿卫 他很多事情完全可以 不用阅读器来完成 所以说你们有没有想过 在这个品牌上 要做这些以前不一样的事情 如果你坚持只做阅读器 或不会其实这种本来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死不痛 说的严重一点 我倒不觉得 因为不管你有什么需求 其实 不管不要很交友的需求 他长得这么说 你可能晚上和某个人 你还不愿意来很晚 但是你 你要是人家的网络 可能会拿一本书看一本书 我觉得这 看书可能就一个人点 那个 那灯都不会开了 一看他看一本书 可能看一晚上 两年可能就是 几个小时 对吧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 呃 你可能会有很多应用去吸引你 但是 总共有那么一样 就是说 我们做产品上 就会考虑到这样一个东西 就像我之前说的 第一个 如果用户没这么需求 我们没办法把它变成这么一个用户 但是一旦他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你得告诉他 我们是做最好的 我个人觉得用户对内容有需求 对 我也觉得 不是个人觉得 其实我们也是这么觉得 就是说 呃 工具什么东西并不重要 因为我们也知道 十来年变迁 就像我们之前家里工业 多样工业是过去几年流行工具 这东西是不会的 我们也不想把这个产品单独做成工具 但是现在大家觉得 因为是工具 因为我们只能说 它是一个 它不提供的内容本身 但这并不是我们将来做的东西 因为也我不会觉得一个工具 它有生命周期有多长 实际上我觉得工具实际上就很短 我会不会把它给你一个服务 我觉得这 这服务对用户常常产生联系 我觉得 做到后面可能就成为一个平台了 用户需要文字就文字 有和影音是吧 视频 对 就是最后一定不是一个工具面向用户 对用户来说 不是一个工具 因为我们目前还有一些 还有一想法 正在后面做 可能方便告诉大家 但我们绝不会把它当成为一个工具 这东西 它没有来藏着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引力所要的 对 我觉得如果你们做这个平台 然后引力点就做 做这个平台 好 好 但是我们会努力 我觉得随时 就像你说的这个网络的发展 流量 大家对流量不敏感的时候 那自然而然就成为最平淡的事情 所以你们有内容吗 像这些人在找你 对 是这样 就是像之前黄罗叔有问我 就没有同步的那种 我们现在也正在开始做 但是至于多久 我现在不能不能说 因为 因为 这样给我们 也不光这样给我们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说是很容易 我还能正面随便说一下 但是 但是最后 你拿不出产品 或者产品不够好 可能意义 最终我们 你要给用的东西 定义的产品 可以用的东西 而不是说应该同理说 所以我们 包括之前我们做的东西 很大学说 现在我们做起来以后 我之所以为什么不愿意 在各种场合 到处说 或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实际上的产品 不够好 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张剑 然后我们正好 他张剑现在也来了 anyworld的一个技术骨干 上来聊聊 我听张剑说 你这边 一起做那个 做那个 做那个 很厉害 可以看起来的故事 那我先说 我和他认识的时候 当时我和他认识 当时我是在上海 然后他在武汉 也是在网上认识吧 经过我们的介绍 当时认识的时候 只是说 我当时问他 就是 因为当时塞班面在崛起 然后他正好做塞班 这种介绍的人 就说他做塞班很厉害 然后就说他做塞班很厉害 然后我也是晚上打电话 晚上打电话 我就问他 跟他聊一下 我说我想做一个 塞班平台产品 然后甚好我说 这个塞班叫anyu 他说他用过 我说那用过最好 然后我们就说 你大概做出东西要多少钱 然后咱们就谈了一下价钱 然后就谈了一下 谈了一下 谈了一下需求 啊 电话大概可能不再半个小时吧 谈了一下我就说 好吧你做吧 你两个 差不多两个月应该能做出来 然后你给我 我给你钱 呃 直过最后我家里有 我说 你又不要跟我一起做 然后他就说好 然后咱们给我们为钱呢 然后 对对对 这个段是很简单 哦 我刚刚认识这种简单 然后是之前我一直没见过面 然后当时我还怕这事不靠谱 因为 你没见面 然后什么也不知道 我说这两天我先给你一点钱 然后你先做做的你觉得不合适的话 就说你要哪天改正主意的 我就还是按外包的把钱给你 然后他反正坚持不加钱吧 啊 大概我们就这么认识 然后多了 要两个月吧 反正我每天晚上我们差不多搞到三十点钟 那段时间还是很辛苦的 你其实别要钱 哈哈哈 对对对不光是外钱 而且他也对这东西很感兴趣 因为 嗯 整是一方面 然后关键是 你是不是想做一个事情 呃 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很厉害的 然后 其实 我们这个人后面上去还没 还就是这样的 就跟你们这样讲那个 当时是什么样的老板吧 哈哈 合作伙伴还是够帮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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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它自己也就很有想法 用 嗯 嗯 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自己有十一款弹用在上面卖 每个月还有紀元 unto乨 然后 然后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跟我一起做吧 它都放弃了 所以这也是 他也他也是很有想法的人 这位讲眼Чicos 为什么放弃 因为我一直都有这个梦想 我想自己做一款成品 让很多人使用 但是之前是 所以之前做了个不备用 因为我缺钱 没有钱 我得先赚点钱 然后再去实现梦想 刚好张健那个倒到我了 然后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就有了现实技术 对 然后就想把这个 那一会儿这个时间 都投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MU是个很好的产品 因为我很早就要使用它 我在使用那个加勒 我大学的时候 可以用它来看书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产品 所以有我们 就是 可以把它继续做下去吧 然后就这样子 我就加勒了它 我还是好奇刚才的那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去 在市面上其他的问题 有没有做过一些比较 我有啊 我觉得这个现在的阅读器的话 形态是一样的 就是 就是不管是谁做的 都是表现形式 或者使用方式 带来体验 都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 改变啊 就是差异 我觉得阅读器应该是这样子 但这个对于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具有理想主持人 我觉得阅读应该是在是符合我心目中想象的一种 就是我我能读的时候我能交互 像我 比如说我喜欢星座的话 我看到一些那个 呃测试 我想当时我不用笔不用纸 我直接在那个看着那个书上面去点击点选 然后最后可以把那个测试结果就用就那个反驳给我 我觉得阅读是一定是应该是交互的 就是我对这个这个东西的理解 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可能就会想 要我的话我就往这个方向走 我觉得现在的产品的话都差不多 刚才那个张建一直帮你说话都不让你说 然后我现在帮你说 感觉张建怎么样 我觉得张建很好 因为 这样子他要求非常严格 其实早期合作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上班很轻松啊 我早上 昨天钟上班 晚上五月钟下班 这样这种 这种那个我见过 过了三年这种生活 然后跟他一起之后 从来没有 每个晚上都很晚很晚的 在做这个事情 他要求 而且他要求很严格 就是 最早做的时候 总是要这样要拉样 说说实话刚开始有点不习惯 然后到后来慢慢做了 我就发现确实做产品 可能真的需要发展 我 我有很多这个产品方面 就是不是很很很能看得很远的 而且我做技术 有很多从技术上面去思考问题 他不一样 他因为他从事这个行业 从事也早一些 然后然后以前也有过一些创业经历 然后就更加有想法性 后来我就慢慢就调整自己的这个 因为吧 我觉得 你为他的这个想法 我很慢慢 我后来就 就这样子 那个转变过来 就觉得他这种做的方式 我慢慢认同 那我想如果原来也做过应用的话 可能自己的应用 肯定有自己的鼓励想法 然后可能要有个过程 要把这个想法 把它的想法灌输给你 或者说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 一个交流的过程 或者一个 一个适应的过程 有啊 到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没见面 他可能对这个能力啊 各方面的可能不是很放心 他那个时候会会有 会告诉我很多怎么样做怎么样做 就是后来慢慢就就做出来之后 他发现我 我可能也比较有想法吧 慢慢就把这个事情完全交给我了 就这样子 因为到后来就是 因为这里我感觉就是 因为当时我在武汉的时候 一方面是要招人 然后一方面自己要写代码 然后各种各样乱使发招事 都会在一起吧 感觉自己完全能够过来 所以 菜单产品这边完全没有没管 就是不管产品形态是能够了 什么 什么都没低 包括公共产品 就是产品的节奏啊 基本上没管啊 还有一个人把它做出来 然后 现在还是很强的 因为做产品 就不光是做一个技术来源 而且他必须得自己设断 自己想法 嗯 然后 做三本产品的名义 到现在我觉得我们这边是做很成功的 然后花了半个的时间吧 也做很成功的 然后后面我们 呃 到现在也记得了 我觉得这在这种产品就是 已经在这种长手龙岭的地方 然后本身产品 他也在 大势里去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能不知道这么一些任务 真是很不错 你好 我说你能评价一切 你说的糖茶 你是不是因为在这站台来的 你不知道 糖茶 其实真的 我呃 呃 我只能大概说一下 这是呃 因为呃 他们也是说有可能吗 只是只是咱们两千的方向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能是跟呃 七将员就是一个工具 然后从工具来获得 内容 那他们可能是把每一本内容 把它一本书 把它成本书 而且他们一开始走的是 这种示范模式 对吧 他们营利模式应该是很清晰的 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 他们需要到的变量量的时候 才能开始呃 有钱 你说说哎 他们做得很精致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最后也会收缩的 因为就像我们之前 我们对可能像买书一样 比如说一本一本实体书可能就是营销内容 但是现在你说包括卖Kindle 不可能说有 卖Kindle说一个Kindle里面只有一本书 对吧 所以我刚才觉得 Apps可能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Apps可能有 他只是一个载体 呃 现在因为他们做单本书可能是因为 比较灵活 然后或者说大家还在摸索 不知道应该做成什么样子的 才能说一个 反应用合成一个问题 对这种东西我觉得 天下跟你比较合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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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我觉得它也是个很好的语气 是啊 我没有说它很强 是很强 但是其实我并不像你讲的 这本书 它表现形式很强 但我觉得 它只是让人出入乐乐器更好 不 它其实是把乐乐器和书 是 我觉得从整个市场变化来讲 它变化会比你 要成立的多样 对 对 但是它的 其实更好是吧 因为 如果它做得好的话 其实它可能一本书会做得很好 但它的这本书 对下一本书 就可能产生影响 对 我觉得分上 它可能因为用户 可能慢慢去通过这本书 才去获得下一本书 它的边际地震可能会 会减弱 但是对于工具来说 这种我可能推一本书就是一本书 所以假如用户每天用工具的话 我可能会告诉他 今天你看完这本书 我本身推下你的书 对吧 有个通常我看完这本书 这本书就放完了 书本身不可能再有行为 大概是这样的